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夏老师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去讲解局域网建设 这里边一共会分成如下的几个小节 局域网基础 以太网的一个针和物理层的规范 其实局域网里边有很多协议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以太网 另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协议 VLAN 还有就是用的非常多的DubNan 最后陈域网会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 其中重点章节 二、三、四 这几章是最重要的 首先看一下局域网基础 其实IEEE委员会 它设立了或者规范了很多的协议 对吧 有我们的802.3 里边用的以太网 还有CSMA-CD 令牌环 令牌总线令牌环 FDDI等等 其实很多其他的协议 都已经被什么 被实在的潮流淘汰了 所以你不熟悉 你基本上可能都没听过 不重要 对吧 基本上不咋用吗 我们现在接触最多的就802.3 还有一个无限的802.11 陈域网的话 其实现在提的也比较少 对吧 陈域网的技术 现在好多都是用我们传统的 像用以太网去组网了 它以前定义的一些陈域网技术 也不怎么用了 OK 也不怎么用了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 整个局域网的体系 包括上面的逻辑电路控制 像以太网里面也已经取消了 对不对 要求大家必须要掌握的 就802.3 包括802.3里面的CSMA-CD 还有就是无限 无限的802.11 明白 其他的你就了解一下 知道他就行 首先看一下局域网的一个拓步结构 局域网它主要的特征 是由拓步结构 它采用的一些协议 以及介质访问控制的一些方法来决定的 首先比较重要的就是拓步结构 常见的拓步结构有哪些呢 心形 总线形 环形 竖形 网状 部分网状 还有就是这些所有组成起来的有混合型 混合型的网络拓步 像我们常用的接入汇聚核心 这种三层架构的网络拓步图 其实就是一个混合型的 对吧 它里边 你从这样去看 它是一个竖形 是不是 是不是挺像竖形的 但是它里面也有环 对不对 也有环 也有环 是不是 OK 这是关于网络拓步结构 很重要 希望大家要 也不是要你背 反正多看一下 是不是 画一个图出来 你知道是哪一种 就OK了 常用的 局域网常用的 心形 总线形 环形 还有混合形 这几种会比较常用 下面接着给大家去介绍 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冲突域和广播域 冲突域是什么 是指连接在同一共享介质 注意要是同一共享介质 上的所有点的一个结合 一个集合 比如说 这是一个总线 下面连了很多的PC 这些PC共享 这条总线带宽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冲突域 对吧 它发的 它发数据的时候 其他用户能不能发 不能发 一发的话就冲突了 冲突域内所有的节点 竞争同一带宽 他们都竞争这个总线的带宽 这是一个冲突域 然后如果这是一个极限器 下面连了很多的设备 它本质上 本质上逻辑上也是一条总线 虽然这样看起来像新型连接的 但是极限器由于它只能什么 只能收和发 不能同时进行 对不对 相当于半生工工作 所以它本质上 也是在一个冲突域以来 所有的用户会竞争使用带宽 就一个节点所发出的报纹 无论是什么波 其他的节点都可以 都可以收得到 明白 这就是早期的以太网 早期以太网就是第一种 通过什么 通过一根总线 去把大家连接起来的 而且这根总线的话 就一根总线下来 你这儿要连个用户 它这里面会加一个 T型连接头 有点像我们那个水管子 T型连接头 然后下面就连用户 这就是传统的以太网 早期的以太网 都是这样子 10兆 早期10兆的以太网 那时候还用什么 用同轴电 没有用网线 所以传统的以太网当中 同一个介质上 多个节点是共享链路带宽的 就是共享这条总线 真用链路的使用权 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生冲突 从一个介质上这个节点越多 冲突的概率就会越大 怎么解决冲突呢 怎么解决CSMA-CD 它的解决机是我们下一页去讲 也就是它 下一页去讲 这是关于冲突域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极限 需要大家背吧 如果你实在不理你背这句话 极限器是在一个冲突域 交换机的每一个接口 是在一个冲突域 比如说你看 左边肯定是一个冲突域 是一个总线 或者你这里边连了一个极限器 问你有几个冲突域 一个 对吧 极限器网络连接跟总线型网络连接 实际上它在逻辑架构上是一样的 右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 右边有几个冲突域 有几个冲突域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交换机的一个接口 是在一个冲突域以内的 别问为什么 因为交换机基于 Mark地址转发 它能够什么 能够解决冲突问题吗 OK 我们这个在 在后面 网络设备栏一个小节 还会给大家去讲 交换机的底层转发原理 好吧 这是关于冲突域 希望大家理解 然后 我们刚刚讲到了 像传统的这种总线型拓扑里边 它会有冲突吗 怎么解决 CSMA-CD这个技术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技术 它是对总线型 新型 还有竖型拓扑 对这种拓扑的一个访问控制协议 访问控制协议 就是同一个介质 大家要真的用 我怎么能够保证不冲突呢 或者冲突之后 我有办法解决掉呢 对吧 就是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名字有点怪 叫载博真听 冲突检测 它的基本原理 就是在发送数据之前 要监听信道上 有没有人在发 如果有 说明信道正忙 否则信道就是控险的 那就根据预定的策略 进行发送 信道控险的能不能马上发 能不能 不一定 这个要看你的规定 要看 要看你采用的是什么 它底层的有一个协议 有些时候信道控险的时候 我会等一会再发 明白 信道忙的时候 肯定不能发 是不是 信道忙的时候 肯定不能发 一般像CSMA-CD 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先听后发 边听边发 若有冲突 立即停止 基本上就是 保持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一直冲突 一直冲突 冲突16次之后 那就认为网络繁忙 或网络有问题 就不再尝试重新发了 对吧 冲突16次了 就表示你这个网络很拥塞了 我再继续发的话 更能用塞 OK 这是关于CSMA-CD 这样的一个控制协议 来保证 在共享的情况下 这些人怎么 怎么什么 怎么合理的应用 应用共享的贷款 是不是 OK 然后接着另外一个概念 叫广播域 广播域 广播域它是指 广播报文能到达的整个 能到达的整个访问范围 也叫二层广播域 简称广播域 对吧 同一个广播域的 域内的主机都能收到 其他主机发的这种广播报文 其他主机发的广播报文 传统中的以太网 比如你是总线的 或极限期互联的 它肯定在一个广播域以内 不止发广播了 就发单播其他的用户都能收到 是吧 所以传统的以太网 肯定是在同一个广播域以内的 像我们的现在的交换式以太网 交换式以太网 它在不在一个 它在广播域是怎么划分的 默认交换机在一个广播域以内 或者是更精确一点 就是一个微烂在一个广播域 因为交换机 因为所有的交换机默认都在微烂一 所以你说右边交换主 它有几个广播域 也是一个广播域 对吧 就是微烂一 所有交换机都是微烂一 广播域就是微烂一 明白 OK 交换机的所有接口默认在一个广播域 路由器的每个接口是一个广播域 这里面这两个是交换机 是吧 如果这两个是路由器呢 那么问大家有几个广播域 路由器的每个接口是一个广播域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是不是五个广播域 所以给大家一句话 如果你实在不理解 你就把它给记住 叫什么呢 叫极限器在一个冲突域以内 交换机的一个接口 在一个冲突域 整个交换机默认都在一个广播域 路由器的一个接口是一个广播域 如果实在不理解 就把我刚刚讲的那句话 你给我写下来 你给我记住 OK OK 有人会问老师 这交换机主管 为什么右边会在一个广播域 默认所有交换机都在微烂一 微烂一 比如说主机A发一个广播报文 其他的所有的主机是不是都能收到 收到广播吗 对不对 因为微烂一是不隔离广播的 如果你有搞一些多画点微烂 微烂2微烂3 那就可能有多个广播域了 明白 默认情况下交换机是没有画微烂的 OK 就是关于冲突域和广播域 是一个重点 希望大家要理解 好 我们接着来学习以太网的真结构 与物理层规范 首先看一下 以太网真结构 这个是偶尔会做考察的 你看包含哪些字段 前面首先有先导字段 真开始字段 前面八个的话 一般用于时钟同步 不记录正常 有些时候我们也直接把它给忽略掉 把它给忽略掉 所以这部分有些时候是不看的 对吧 它的真正的真结构开始 是从这儿 目的 目的地址 原地址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地址是什么地址 什么地址 mark地址 对不对 是mark地址 然后长度 长度两个字节 mark地址四十八位 对吧 都四十八位 六个字节 六八四十八 然后有长度 数据 数据部分 这里需要注意 数据部分 最长一千五 如果没有告诉你 以太网的最长的数据 也叫MTU 最大传输单元 就是一千五 这是默认需要大家要记住的 最后有四个字节的校验盒 校验盒是不是前面给大家计算过的 就CRC 四个字节 三十二位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以太网的真结构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没有几个字节 你跟IP跟TCP对比一下 是不是特别简单 目的mark 原mark 长度 表示我们以太网多长 然后一千 四十六到一千五百个字节的 这个叫负载 就数据 最后是校验盒 数据长度是这么多 如果不够四十六的话 会填充到四十六个字节 这会填充的 校验位四位 用CRC的循环种语校验 四个字节 CRC循环种语校验 四八三十二位 OK 所以它最小正常是多少 以太网的最小正常 六十四个字节 怎么计算来的 六加六十二 十二加四 十四 十四加上什么 四十六正好六十 六十六加个校验盒 就六十四 最大增长 一五一八 以太网的最小正常和最大正常 对考网规的学员来讲 必须给我记住 必须给我记住 好吧 它的真格是最好也要记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以太网的封装 以太网这个数据 它是封装在哪个里面的 封装在 不是 不是以太网封装在哪个里面 是数据怎么一层一层封装下来的 封装的话是从我们OSI或者TCP IP的模型是从上往下 对吧 首先比如说你这里面有个应用 一个应用产生一个应用嘛 应用数据是吧 可能是HTTP的 这个数据 HTTP会封装在TCP的80 80端口里面 是吧 然后TCP接着进行IP封装 IP封装完 是不是会封装上二层的以太网 以太网会有头和尾 以太网头尾里面的这些数据是什么 是我们的IP数据 就IP数据包的内容 是不是 OK 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网头部是14个字节 不用说吧 可以理解吧 这14个字节怎么组成的 它头部 应该是6加6加2 目的Mark和元Mark 分别是6个字节 加上两个字节的长度 是吧 接着里面的是这个数据 数据先前前讲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MTU 是46到 到1500个字节 是吧 这是它的数据 它的数据是不是直接是应用数据 不是应用数据 它的数据里面还有20个字节的IP头 20个字节的TCP头 对吧 IP和TCP虽然可以扩展 比如说IP可以扩展到60个字节 但是默认来讲都是20个字节 很少去做扩展 TCP也是一样的 OK 所以有些时候它直接告诉你应用数据 这时候你叫什么 你叫除掉IP头和TCP头 我们以太网它封装应用数据默认最大应该是多少 默认最大 你看这里面加起来一共是1500 你要1500 要减去个20IP头再减20的TCP头 所以应用它传的应用数据应该是1460 最大应该这么大 是不是 最大应该是1460 我们网规的一些考题就会这么去考你 直接告诉你应用数据 然后让你求可以拆成多少个 被封装成多少个以太网的数据中 所以这时候你要把这张图要时刻的印在你的脑子里面 做到的时候 如果实在不会你翻过 你翻过来再看一下 是不是 OK 这是关于以太网的封装 你要引入IP和TCP之后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接着看以太网的 它的一个物理层的一些规范 物理层的一些规范 这里边它的这个规范里边有一个命名规范 命名规范 它一共包含这么几个部分 比如说 一二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表示传输数据 这里面100 表示什么 传输数据是100兆 然后中间这个BS 基带信号表示数字信号 对吧 然后后面 后面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最大传输距离 也可能是介质的类型 其实这个以太网它采用什么介质去传输 比如这里边T T一般是表示双角线 F一般是表示光线 对吧 如果有些时候 它比如说后面是5 2 5表示什么 最大是500米 2的话最大是200米 185米接近200米 是吧 接近200米 OK 这是它的几个部分 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最基础的以太网 以太网规范里面很多 因为早期有点像百家真名这种感觉 是吧 你看有这么多规范 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 以太网的数量是多少 以太网标准数量是10兆 10兆 当然你看还有个1兆的 1兆的这玩意就非主流 我们就不用管它 反正有这个标准 然后它底层的编码是采用什么 基带曼码 也就是曼切斯的编码 插分曼码和曼切斯的编码 我们前面讲过 大部分都是采用的曼码 是吧 曼切斯的编码 最大传输距离 你就看前面的这个数字 对吧 有500米的 有100多米的 还有个更牛逼的3000多米 是吧 3000多米用什么 用CATV 也就是B路电视 大家见过B路电视没有 可能30岁以上的 应该都见过B路电视 而20几岁的 不一定见过 可能都没见过 大部分都是用 当初都是用同轴电的 是吧 也有用这种双脚线的 很少 是吧 大部分你看用同轴电的 其实这个也是同轴电的 早期的基本上光纤 基本上没怎么应用 是吧 只有一个是用光纤去传以太网的 这些是以太网标准 默认的 以太网 10兆 然后后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 是不是又有了快速以太网 快速以太网 快速以太网里面有 这么多几个标准 这些标准 这些标准 它用什么传输介质 它的传输距离是多远 希望大家要 要掌握 要掌握 首先100倍 S-TX TX 它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双角线 用的是双角线 可以用屏蔽双角线 也可以用非屏蔽双角线 能传100米 双角线就是100米 这里面还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这玩意儿是一个很特别 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它会用两个编码 第一个是4B5B 第二个是MLT-3 我们在讲前面 曼切斯的编码的时候 给大家去讲过 他会先用4B5B编码 再用MLT-3进行编码 OK MLT的编码的一个过程 大家还记得吗 反正特别复杂 挺复杂的 如果不记得 可以稍微翻过头去看一下 因为最近 最近两年都考了 所以还挺重要的 这是TX 然后还有一个FX FX就表示光线 是吧 Fiber Fiber 就是传输戒指是光线 光线的话可以用多模 传两公里 然后单模 四十公里 对吧 其他的T2和T4 我记得2020年的网工 网工是考了T4的 它的传输戒指是什么 是4对3类非平蔽双界线 这玩意儿有点非主流 3对双界线早就被淘汰了 但是它还是会考你 明白 今年 去年考T2 去年考了T4 今年会不会考T2 不好说 不好说 所以大家还是要 要记一下 看一下例题 下列关于快速以太网的物理层标准当中 使用五类非平蔽双角线 作为传输戒指的是什么 五类非平蔽双角线 T2和T4可能不是 它是采用三类 对吧 F F是什么 F是光线 Fiber 所以这里写什么 写这 或者你直接去看一下上面这个表格也行 哪个是采用五类非平击吗 对吧 是它 好 我们 咦 这个图跟上面那个图应该是 上面是快速以太网 上面是白照的 这里面我们接着再升一下集 千兆以太网 千兆以太网常见的两个标准 802.3Z和802.3Z和802.3AB 这两个标准 AB里面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它 用四对 四对 屏蔽双角线去做 我觉得这有问题 应该是四对非平蔽吧 1000xT 应该是四对UDP UTP 这应该写错了 是不是 我确认了 好 我确认了一下 这应该是写错了 应该是四对非平蔽双角线 咦 把它修改一下 四对 UTP 不是STP STP是平蔽的 STP是平蔽的 后面的文字是写对了的 OK 这种标准 四对非平蔽双角线 100米 它会用8B 10B B编码 8B 10B编码 千兆的话 都是需要四对双角线 去实现传输 达到100米的 如果只有两对的话 就四根的话 它就只能做到百兆 只能做到百兆 然后1000xT -LX标准 LX标准 它可以使用单模 或者多模 去做传送 千兆 千兆以太网的一个编码方法 往往是 可以用4B 5B 也可以用8B 8B 9B 还可以用8B 10B 这边嘛 大家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LX和SX 这两玩意儿是用的 应该是用的最多的 但是还有一个CX 这个比较特别 特别在什么 光线它只能搞 用屏蔽双角线 只能穿25米 25米这个玩意儿 反正应该用的挺少 是吧 我们常常用的就是上两个 上两个是用的比较多的 OK 然后这个摆照 这个双角线 也是用的挺多的 双角线传送 OK 然后思刻的还有一个ZX标准 这玩意儿可以传70公里 单摩光线 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要求大家一定要掌握的是 这三个 大家要比较熟 这是实际项目中就会经常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CX C是最稠的 只能穿25米 还是用屏蔽双角线去穿 好 这是关于千兆 然后万兆的话就简单了解一下 万兆基本上不怎么考 万兆的话就实际的一个树立 可以用光线 可以用双角线去穿 万兆是可以用光线 也可以用双角线 我其实是哪儿说 只能用光线去穿 不是 万兆的交换机 我都卖过不少 怎么可能只能用光线去穿 万兆有电口 就全万兆的电口交换机 就插网线就能传万兆 插网线能传 插万兆的穿解线的话 应该是用在7类了 我记得 应该用在7类 万在以太网 基本用于点到点的线路 不再是共享带宽 没有冲突检测 然后载博真听和多路访问 也不再重要 千兆以太网和万兆以太网 采用和传统以太网 相同的一个正结构 它有一些标准 有一个船的短的 干个300米 65米 然后船的长的 有10公里 40公里的 对不对 浪就长 E就是一个称的 更牛逼 更长 扩展 其他的 就看一下 万兆没有要求大家 要去掌握 只是稍微看一下就行了 千兆是一定要给我汇的 百兆也要汇 好吧 这是关于万兆以太网 我们下面看一下 一个精选例题 下列千兆以太网标准当中 传输距离最长的是哪一个 直接怎么就出答案了 最长的是它 最长的是它 最稠的应该是这玩意儿 只能干25米 是吧 这是多磨的 多磨能传多少米 一般是500米以内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网线 网线就是100米 所以它传输距离 从远到近 是ZX ZX是四个私有的 是吧 然后AX 基本上能干10公里 SX500米 是10公里 标准的是10公里 C的话是25米 这几个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好 这是关于 以太网真结构 和以太网的物理层规范 把这个稍微改一下 大家好 我们下面去讲解 微烂虚拟局域网 这个技术 它是应用最广泛的 一个技术 我都不想加之一了 因为的确 它在我们的局域网当中 运用相当相当的多 可以说是 number one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其他的可能 你都不怎么能用得上 但是至少 在交换地上 画个微烂 是经常干的事情 对吧 首先什么是微烂呢 它的全称叫虚拟局域网 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 对吧 这四个单词的一个缩写 我们可以根据 功能 组织机构 或者应用类型 对交换式的局域网 进行分段 而形成逻辑的网络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这个一个区域的功能 是用来教学的 另外一个区域 是搞科研的 我可以把它画成两个微烂 对吧 还可以根据组织机构 或者部门 一个单位里面 它有财务部 有研发部 还有市场部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组织机构 在不同的微烂 还有应用类型 服务器区域 有些是Web服务器 还有些是什么 数据库服务器 还有些是应用服务器 不同的服务器 我可以把它画到 不同的微烂 对吧 OK 虚拟局域网工作站 可以在 可以不属于同一物理网段 任何交换机的端口 都可以分配给某个微烂 属于同一个微烂的 所有端口 在一个广播域以内 广播域又来了 前面广播域和冲突域 还没搞懂的 就去背 我讲的那几句话 对吧 那几句话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你如果实在不理解 你真的就把它背住 就是什么 一个极限器 在一个冲突域以内 它一个极限器 也在一个广播域以内 对吧 然后交换机的一个接口 在一个冲突域 一个交换机 在一个广播域 一个路由器的一个接口 在一个广播域 明白 其实说一个交换机 在一个广播域 是不太准确的 你或者说 一个交换机的一个微烂 在一个广播域里 可能会更准确一点 但是也无可厚非 因为交换机 默认都在微烂一 对吧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几句话 如果你实在不能理解 你就把它给我背住 OK 因为说实话 我当年学的时候 我当年也就20 20岁出头吧 学网络 当年我什么冲突 与广播域搞得我头大 我真的不理解 但是随着你的知识水平 能力的提升 有些以前搞不明白的 后来就自然就懂了 学习有些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所以 所以学到有些知识点的时候 你也不要过于强迫自己 对吧 人还是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不是 对吧 对吧 OK 然后不同的微烂之间 他们要通信 不同微烂 默认之间 是不能通信的 不能进行三层通信 对吧 要通信怎么办 要经过三层的设备 要经过三层的设备 哪些设备 有三层功能 如果考试经常让你写的 可能就是路由器 或者你选的是路由器 但是我们要知道 除了路由器 可以实现微烂的互通 还有什么 三层交换机 防火墙 甚至其他的什么行为管理 只要有三层功能就行了 对吧 但是我们常用的 还是路由器和三层交换机 现在元气网里面 可能用的最多的 实现跨微烂通信的是三层交换机 OK 关于冲突域与广播域 大家要记住 这句话再给大家写出来了 一定要给我记住 一定要记住 然后微烂的划分 可以静态的划分 也可以动态的划分 静态的就是基于交换机的端口化 比如说我把一端口化到微烂10 二端口化到微烂20 是吧 自己手动的去配 然后也可以动态的去划分 基于Mark地址 基于策略 基于网络层的这个协议 比如说我把IP协议都化到微烂10 IPX协议都化到微烂20 IPX基本上用的很少了 对吧 还可以基于网络层的一些地址 比如说我把1.0网端花到10 2.0网端 我给它花到微烂20 这也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实现的 具体怎么实现 可以配合认证和后台的策略服务器去实现 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 大家知道就行了 知道就行了 然后微烂的作用 三个作用 第一个控制网络流量 控制网络流量 一个微烂内部 它的这个通信 包括它的广播 广播信息是不会转发到其他的微烂的 这样有利于控制广播风暴 减小冲突域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书上的一句话 怎么讲 反正我感觉这句话有点问题 它不是减小冲突域 你可以把说到减小冲突的这个概率 也不对 反正我觉得这句话就有问题 不用管它 控制广播域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吧 减小冲突域这玩意儿 你说它怎么讲呢 一定说它有多错 好像也不是特别错 对吧 但是冲突域这个概念 跟我们的微烂关系 其实不是特别大 对吧 直接是跟交换机底层的一个转发 有关的 因为交换机默认它就不冲突 所以你就把它这句话当错的 先不管它 可以提升网络贷款的利用率 这肯定没问题 如果你一个网络局域网里边 一万个中端 一万个中端 大家时不时的都在发广播 那么可能你100兆的贷款 广播报文就占了80兆 正常发数据的只有20兆 这肯定不行 对吧 所以我们把广播域缩减到100台 100台 9例子还100台 那么可能发广播的信息占了占1兆 我正常流量占99兆 这就没多大影响了 对不对 第一个是控制网络流量 提升网络的一个利用率 第二个提升网络的安全性 提升网络的安全性 很多病毒都是通过广播去传的 去传的 如果疫态中了之后 一个局域网的 所有的机器全部中 全部中病毒 那这就危险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让不同微蓝之间的流量 让它受到一定的限制 或者你直接在什么 在不同微蓝之间 直接可以挂个防火墙 所以有些攻击它就过不去嘛 有些微蓝1 微蓝10中病毒 它不会影响其他的微蓝 这能提升网络的安全性 相当于把网络做了 很多个逻辑的这种分区嘛 对不对 比如说这是教学楼的 这是研发 然后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食堂 食堂怎么写 那就食堂嘛 你这玩意中了病毒之后 因为它是在一个微蓝里面 这是微蓝10 这是微蓝20 这是微蓝30 它就不会 不会很容易的蔓延到其他的微蓝 OK OK 然后第三个可以有灵活的管理功能 微蓝的机制可以使工作组 突破地理位置的一个限制 比如说你可以根据Mark地址去画微蓝 用户在任何地方接入之后 它都能实现移动办公 就是 它的权限是一样的嘛 对吧 所以我们微蓝是逻辑划分 它可以突破地理位置的一个限制 就了解下去就行了 好吧 这是关于微蓝的功能 然后微蓝的端口 不是微蓝的端口 交换机端口类型 一共有四种 四种类型 AXIS口 比如一个交换机把它设置成AXIS口 这下面就接什么 接电脑的 如果设置成Track 一般是 这是Track 一般是接另外一个交换机的 这两个是用的比较多的 如果是Hybrid 那就混合机接口 它两种 这两种属性都具备 还可以是Q&Q 就是打两层标签 一般用于成语网 后面讲成语网的时候 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交换机添加微蓝的这个标签的一个过程 是硬件自动实现的 处理速度很快 不会引入太大的延迟 这句话是另言考过的 希望大家要知道 稍微的记忆一下 这交换机端口类型 四种类型 四种类型 用了最多的标红的前两种 对不对 你要知道前两种 它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AXIS口只能传送什么 单个微蓝的数据 这个接口就画了一个微蓝 它只能传送单个微蓝的数据 用于接 接终端 常见的终端有哪些 PC摄像头 还有打印机 扫描以下这些 其实都是终端 是吧 圈个接口可以传送多个微蓝的信息 用于交换机之间的互联 好 下面进入一个重点 就是交换机的一个标 不交换机的标签 就微蓝的标签 一般用802.1Q 802.1Q 前面我们不是讲过 以太网的数据帧吗 对吧 目的Mark 这应该叫圆Mark 圆Mark 这写错了 目的Mark 圆Mark 然后tag 中间有一个 长度或者类型字段 后面有一个数据 接着 CRC的校验 对吧 如果我们要画微蓝 其实本质上是会在 它的以太网数据帧里面 去打入一个tag 它tag 有这么多 tag是多少个字节 应该是记得没错 四个字节 对吧 对 四个字节 32位 四个字节 32位 然后其中 这32位怎么分配的 第一个 第一个 叫TPID TPID 叫什么 标记协议标识符 标记协议标识符 这玩意儿 可以不用管它 正常的一个数据 应该都是 0x8100 用的最多的 就8.2.1Q 像思科的话 它会 它会有自己的 私有的 什么ISL 这个不用管 这几个字段当中 唯一需要大家 要去掌握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玩意儿 这也要知道 在以太网帧里面 去插入一个微烂的标签 其实这个tag 就是一个微烂标签 微烂标签里面 这个标签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微烂之段 对吧 微烂ID 微烂ID 一共是12位的 2的12十方得多少 对于4096 所以它一共有40 默认 理论上应该有4096个微烂 但是什么 微烂0 用于优先级识别 4095是 保留微用的 所以真正可用的微烂是多少 4094 这玩意儿我特别熟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我大年大学当年 去参加某个厂商的比试的时候 他有道题就是 我们微烂的ID 可用微烂 最多可以配置多少个 我记得我当年写的是4096 我是怎么想的 12位嘛 我记得可清楚了 2的12十方得多少 等于4096 但是错的 错的 可用微烂是4094 为什么 因为用两个是不能用的 对不对 OK 就希望大家掌握这个 其他的 以太网的数据针 稍微再复习一下 别的这些东西就 就没太大的一个要求了 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 好吧 好我们接着看两个例题 以下关于微烂标记说法 对吧 然后下面连个PC 这个连个PC 这两个都是二层交换机 它要实现通信的话 一般还有一个C吧 C43的交换机 这是微烂10 这PC1是微烂10 PC2 这是微烂20 然后这两个是Tranc 这个都是Tranc 就直接写个T Tranc接口 它进行数据转发是怎样的 首先我的数据进入交换机A A怎么办 A打上一个微烂10的标签 对吧 Tranc口发出去 这标签是不变的 Tranc口一直发到这儿 一直发到这儿 一直发到C 应该发到C这个地方 它会进行重新路由 重新封装 封装完之后 把数据传到哪个地方去 把数据传到 应该到C这儿 它会进行重新封装 封装一个微烂20 tag 然后传到 经过路由 把它发到B B的话 最后从这儿把它发出去 发出去 这不是微烂20吗 对吧 会把微烂20的标签给拆掉 所以进入目的网站的时候 交换机肯定是要删除微烂的标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PC肯定是 只能识别标准的以太网针 对吧 带标记的 它是实现不了 识别不了的 识别不了的 所以B也是对的 C 添加和删除微烂标记的过程 数据速度比较慢 会引入较大的延迟 会不会 不会 它是硬件传送的 不会引入硬件处理 特定的芯片处理 速度很快 不会引入较大的延迟 比如较大的延迟 你说我们这三层交换机 我们这三层交换 这三层珠 这肯定就不行 对吧 肯定就有问题 所以C肯定错的 微烂对用户是透明的 是吧 我们用户收到的是标准的以太网针 所以对用户肯定是透明的 没有问题 下面一道题 以下关于微烂的叙述当中错误的是 微烂可以把交换机画成多个逻辑的独立区域 没问题吧 微烂可以快换交换机 可以 微烂只能按照交换机的端口进行划分 不是 还可以按照什么Mark 什么网络层的协议 IP地址都行 对吧 微烂可以隔离广播 缩小广播 有的一个范围 没问题 所以这两道题分别选什么 选C和B 选C和B 错误的 选C 这也是选C 这选错误的 看错了 都有选C 错误的嘛 这肯定是错的 接着下一题 微烂之间通信通过什么设备去实现 什么 路由器或者三层交换机 甚至方向墙都行 对吧 但是如果这道题出现了 路由器 三层交换机 方向墙 这几个都有 选什么 选路由器 选路由器 选一个最什么 最原始 或者这个初题老师最想考你的 如果几个都出现 但一般不会这样出现 好吧 这是关于微烂技术 希望大家要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夏老师 我们接着来学习下面的一个小节 无限局域网 其实这个小节对应着 网络工程师里边的 一个章节 是哪一章 第五章吧 记得没错的话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面一个小节就会给大家去讲完 所以讲的有些东西不会特别全 因为有些网规也不会考你 网规是考方向性的 对吧 方向性的东西会考的多一点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节 首先无限局域网的标准 标准 大标准是802.11 对不对 这是大标准 然后有限局域网 以太网的标准 802.3 这两个标准 前面第一页就讲过了 是目前现存活得最好的 其他基本上都死掉了 什么TALK RING 什么AMP TALK 对吧 都遇不到了 都已经消网了 这两个玩意儿 是我们日常都用得到的 你的有线插网线 基本上都跑到以太网 无线WiFi 就是802.11 是不是 OK 802.11 其实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它整个协议组大的 家族就叫802.11 你看所有的 都有802.11 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 其实最原始的 有一个802.11协议 这是97年的一个标准 很老了 它速率只有多少 只有 只有一兆或者两兆 对吧 而且是小B 网络里面一般的单位 大部分用的是小B 比特 对不对 我们操作系统里面跑的 应该是用的字节 所以最后实际存储率的话 一般要除以8 一般要除以8 有些会说 老师这个除以8的话 也不止200K 比如说两兆除以8 也不止200吧 为什么 因为实际会有些损耗 实际存储率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OK 相当于其实这些老的 早期的都已经被淘汰了 现在有用的 可能有些地方 稍微穷一点的 还在用802.11 是吧 但是其实大部分 应该都是跑到AC 或者AX去了 一般买个几百块钱路由器 现在高级一点的 大几百的 这是AX了 这是AX 一般企业级的用 用AX或者AC多一点 现在家庭的基本上也转到AC了 部分可能有用N 其他的这些都已经被淘汰了 基本上见不到了 基本上见不到了 这张表 大家需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就是他这些标准 要了解一下 即使不是为了考试 对吧 一个常识 大家也得 也得知道 对不对 也得知道 就是现在的一些标准 像他一般叫Wi-Fi6 Wi-Fi6 第六代Wi-Fi 一二三四五六七 老师那这为什么是七个呀 为什么 因为有一代他发布了两个 看都99年发布的 对吧 这一代 这是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明白 OK 所以 有些时候你看到Wi-Fi6 Wi-Fi6啥玩意儿啊 用技术化的语言就是 802.11AX 对吧 它的性能就很强了哟 性能很强 你看到最多可以到达差不多10G了 无线跑到10G 很牛逼了 是不是 无线跑到10G 应该是很厉害的 然后它的频率 频率这写错了 还没改过来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改了 这为什么没改过来 它是2.4G 5.8G 这两个频率 好吧 这张表需要大家掌握的 第一个 这些标准 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反正说Wi-Fi6 你知道是啥 对吧 搞技术的嘛 不知道是Wi-Fi6 你都不知道是8.2AX 你就有点落伍了 有点落伍了 第二个希望大家掌握的 这些标准 它们的频率范围 频率范围 很重要 偶尔会考的 偶尔会考的 明白 哪些在5G A是5G的 然后AN 这个N支持5G 后面的基本上都支持5G了 分手没有 5G 一般我们也说5.8G 因为中国的5G的话 它是挨着5.8G这个频率的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边有些时候 Wi-Fi里面说5G和我们通信里边 说5G是不一样的 此5G非比5G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5G是指的什么 指的这些协议 这些标准 它的频率是用的哪个频段 比如说用的2.4G频段 用的5G频段 明白 是说的它的频段 占的频率 而我们移动通信里面的4G 5G 那个G是表示是Generation 就是一代 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 对吧 第五代我有移动通信 跟我们的这个Wi-Fi6差不多 Wi-Fi6表示什么 是第六代 OK Wi-Fi6是第六代的Wi-Fi 相当于移动通信更新到了第五代 而我们的Wi-Fi已经更新到了第六代 明白 其实如果你细化的去研究的话 你就会发现 现在Wi-Fi的技术跟5G的技术 已经越走越近了 底层很多技术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什么MIMO 对吧 什么OFDM等等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随着 随着时代的发展 像Wi-Fi 它的覆盖 它的这个带宽是越来越大的 对吧 这个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然后它的这个覆盖范围 跟5G其实差不太多了 5G它的覆盖范围 已经相当低了 以前2G能够搞20公里一个技术 那现在5G 5G的覆盖能力非常弱 就相当于 它会在很多小区给你建 有点类似于这种 叫Wi-G站 Wi-G站 OK给大家去扯远 反正要区分一下 区分一下 第一个要掌握的频率 频率一定要掌握 第二个就是非重叠信道 非重叠信道 就是一般2.4G 有三个非重叠信道 1,6,11 对吧 你看这个2.4G的都是三个 然后5G的话有五个 5G的话有五个 你看这种既支持2.4G 也支持5.8G的 就有八个了 对不对 这玩意应该也是八个 应该也是八个 把它写上 以前 其实很早以前 我一直以为 802.11 AX是只支持5G的 其实不是 后面你去查标准 可以看到 它是2.4G和5G都支持 都支持 这是第一个频率要掌握 第二个非重叠信道 第三个 它们的吞吐速率 这个了解 了解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 这两个 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掌握 OK 然后接着看 WLAN网络的分类 WLAN网络的分类 有几类 第一个基础设施网 第二个叫 Andhawk 第三个就是分布式的 什么意思 基础的就是有个AP 然后广播出这个无线信号 大家去接入就行了 去接入到这个AP里面 是吧 然后大家这下面 接入的中端能通信 相当于一个AP 非常简单 是吧 然后Andhawk AP都没有 大家 年轻的时候 玩过什么魔兽声霸 红警没有 就是用什么 无线都不需要 不需要无线AP 直接用电脑 相当于给它共享出WiFi 大家连接进去 彼此互连 然后连到一个局域网里面 去打游戏 对不对 主局域网 打游戏 这玩意儿可能 可能30岁以上的人接触过 20几岁都没玩过了 对吧 20岁现在都 这个小年轻都玩 都玩网络游戏了 现在网络游戏这么发达 而且手机 移动单的都这么发达 很少有人玩这种了 反正大家知道 我们不通过无线设备 或者不通过无线AP 这类的设备 我们所有的电脑之间 它也是能够组无线网的 组成无线局域网 这种叫Andhawk 对吧 Andhawk网络 还有一种叫扩展级的网络 就比如说有很多接入点 连到什么 连到PoE交换机上 然后会再还有无线控制器啥的 这种 它可以连成一个分布式的 分布式的无线网络 对吧 像Andhawk这个网络可以军用 也可以请示打游戏 什么叫军用 比如说你出去很多视频执行任务 对吧 大家都拿着设备 当然也可以全部和总部通信 但如果总部被打挂了呢 这些视频之间他们也能通信 也能组建网络 这无线网络分类了解一下 然后就是ISM频段 就是三个频段 工业 科学和医疗 这三个频段 是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去授权 就直接可以用的 了解一下 这是三个可以用的频段 其他频段能不能用 不能用 对吧 有些是卫星通信的频段 有些是什么民航 有些是 反正导弹发射的频段 这玩意儿你能随便用吗 用了你小心进局子 是不是 所以我们生产无线设备的时候 肯定是也是要符合国家标准的 你出来的这个无线设备 不要什么频段都给我占了 你会干扰 比如说干扰民航通信 那这玩意儿可以严重了 飞机坠机 是吧 造成严重的 严重的这种损失 是不是 然后国家的一些这个这个军事的也这些无线频段也是都是不能用的 所以能用的就这么这么三个 这么三个一般我们常用的是什么 这就2.4G 是吧 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说5G频段有些时候我们说5.8G频段 其实都行 因为你看了吗 它是属于5G频段的吧 5开头的吧 另外你看它是这个频段是不是挨着5.8的 对吧 都可以 都可以 这是ISM频段 是开放给工业科学医疗三个领域去用的 可以不向相关部门去注册 去申请 直接可以用的频段 像我们家庭的WiFi就用了这两个频段 对吧 它和它 早期的其实用了2.4G 2.4G干扰比较多 而且带宽 只有三个三个信道 对吧 比较比较弱一点 比较弱一点容易产生冲突 所以现在很多的话很多WiFi 稍微可能 超过100块钱的 基本上都是用的 5G和2.4G同时用了 同时用了 OK 这是几个频段 不重叠信道 前面给大家就说了 2.4G 就是1 6 11 对吧 这几个是不重叠的 看到没有 不重叠 你看比如说你用第一信道和第二信道 这第一信道 第二信道 是不是会有很大的这个重叠 那重叠就会有干扰 对不对 不重叠的就三个 有人会说 老师我如果不用1611 如果我用 举个例子 我用2 2 然后后面的是用7吧 我用2 7 什么12 行不行 他也没重叠 对吧 行不行 不行 或者不推荐 为什么不推荐 因为你用 你用的是2 7 12 但其他人用什么 那其他很多人用1611 对不对 如果他用1 用1611 你用2612 这就容易产生冲突 所以大家默认都用1611 这样会好一些 明白 OK 然后5G这个的话 大家就看一下 一共有 反正有五个 五个不重叠信道 就5.8G这个频道 五个 一般我们做无线部署的时候 要遵从 遵从什么原则 这个原则我忘了 反正就信道重用 有一个原则 就是要相同信道之间要分开 比如说2.47的一个部署 1611 11周围 你看都是 都是什么 11周围都是6 166 你看两个相邻的信道 没有挨在一起 一样同样的信道 没有挨在一起 这水平部署 比如这是水平的一个 一个办公室 然后垂直部署 比如说这是一楼 这是二楼 这是三楼 同样的原则 是吧 这是六信道 与他相邻的 就是11和1 六信道的话 就跟他没相邻 跟他隔着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部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减少干扰 减少干扰 5G也是一样的 水平和垂直 水平的话 就是一个大的空间 比如说一个大的办公室 垂直的话 比如说就是一楼 二楼三楼 明白 要错 要错开信道去部署 减少干扰 然后它的频段与信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的话是能用的是1到11 欧洲是1到13 日本1到14 中国是1到13 不同国家规定 可能还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OK 这个不同的信道 不同国家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玩意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对吧 5G的 5G的 你看中国还规定 有些只能使内用 是吧 有些是可以使外用的 这是5G的频率 5G一共 一共五个非冲裂信道 五个分裂信道 分别是这么多 一般2.4G 是要就大家记得 1611 5G的这玩意就记不住了 太多了 对吧 149 153 157 分别相隔四 对吧 149 149加4 一次加4 你加一下试一下 153 157 然后161 165 对 真的是149加4 以前我都没有 特别注意去记稿 看一下就行了 好 下面进入一个 这玩意你说它是重点呢 好像网规里面不太爱考 网规里 那个网络工程师里面 肯定是重点 对吧 经常考 但网规不太喜欢考 一些特别 怎么讲 就是一些特别不太正常 或者是你平时基本上用不到的这种细节 我们网络规划计师也会考细节 但考的一些细节的话 基本上还是算比较主流的这种细节 明白 像这种 什么Mark 802.11的Mark 访问控制程 这些 怎么讲 反正平时你肯定用ify 你不会在意这玩意 所以网规一般不太喜欢考 他不太喜欢偷这种细节 了解一下吧 反正这个东西 网规是重点 网规它不那么 网规是重点 网规的话它不是那么那么的重要 OK OK 我们来看一下 无线局域网的访问控制方式 主要是用于什么 用于控制各移动主机和AP之间的访问 或者主机和主机之间的访问 正常的就是 就是手机和AP之间访问 对吧 那就讲讲理解 主机和主机 就刚刚讲的什么 AndHawk网络 对不对 PC直接组网 不用什么AP 对不对 他们之间怎么访问控制呢 就有两种访问控制技术 第一种叫点协调技术 第二种叫分布式协调技术 分布式协调技术 什么叫点协调技术 点协调技术的话 相当于由AP集中轮群所有 这应该是所有 所有终端 将发送权限轮流交给每个终端 这有点类似于令牌 就是好 我AP 我那个有一个令牌 对吧 我轮流发给每个终端 有令牌你就能发送 有点类似于令牌 这种点协调 这种它会不会冲突 会不会征用我们的这个空间 无限的信道 会不会 不会 为什么 有令牌才能发吗 对吧 令牌就一个 那没令牌的肯定就不能发 是不是 这是关于点协调功能 这个令牌是由AP集中去轮群 相当于集中发的 这第一种 不会有冲突 第二种叫分布式协调功能 大家真用的去访问 分布式协调功能 它的一个步骤 这里面一共三步 可以看一下 就是发送站点 先监听 如果没有信号在传送 我的整个无线空间是空闲的 那么它需要等待 等待一个真间隔的时间 一般是IFS 如果仍然等待了这段时间之后 这个时间好像很小 可能是11几秒 非常小 如果等待完之后 发现我的整个无线信道 依旧是空闲的 那么就立即发送 如果发现再忙 那么就监听 直到空闲为止 空闲我能马上发送吗 不能 我要先发送一个等待真 我先等待一段时间 我先等待一段时间再发送 对吧 一旦发现原来你是在忙 一旦结束了 我就再延时一个IFS时间 如果是空闲的 那么我就立即发送 否则 否则我就退 对吧 否则我就采用一个退币算法 随机退后 一段时间我继续等待 继续监听 这种方式被叫做 CSMA-CA 载波征听 冲突 避免 载波征听 冲突避免 尽可能的去避免冲突 对吧 这是关于分布式协调 分布式协调主要在哪儿 哪儿去干的 就主要在我们的 这个终端 对吧 发送站点 发送站点 这种的话就可能会产生冲突了 大家去征用信道 对吧 大家去征用信道 这是一种征用服务 了解一下就行了 了解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三种针尖间隔 针尖间隔 针尖间隔的话 有最长的 由我们那个分布式协调里面 常用的最长针尖间隔 它最长优先级最低 反正你知道最长优先级最低了 用于 用于义部征 竞征防问的 实言 这玩意儿又特别绕 是吧 反正我不要求大家 网规哈 这些东西就不要去大家强 强记了 反正你知道有三种 针尖间隔 最长的 它优先级是最低的 然后这个最短的 它优先级最高的 优先级最高 是用于干什么 用于响应嘛 就确认一些操作的 人家问一下 你要确认 所以这个东西 它的优先级 会比较高 优先级会比较高 OK 我们这个东西 其实在网工里面常考 网规里面 不怎么考 不怎么考 好 我们后面来看两个例题 两个例题 在802.11当中 采用优先级 来进行不同的约翼区分 优先级最低的是什么 优先级最低的是什么 分布式协调 分布式协调功能 这种针尖间隔 看到没有 分布式协调 分布式协调的这个 IF S 它的优先级 是最低的 是最低的 最高的是谁 最高的是这种 最短的 最短的 IFS用于响应 用于响应操作的 对吧 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OK 这个了解就行了 了解就行了 这是 再看一下 另外一个例题 就是 802.11 Marktons的 这个防问禁制控制协议 是什么 CSMA -CA 这个要求大家记住 我们有线里面 用的防问控制机 这是什么 CSMA-CD 为什么有线用冲突避免 然后无线 有线用冲突检测 无线用冲突避免 为什么 因为无线里面 有些时候可能检测不到冲突 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线 大家都连到这个戒指上 对吧 都会发电信号 或者你发光信号也行 对不对 反正都连在这个戒指上 如果你发了其他用户肯定能检测到 比如说电信号 这个电频会发生变化 是不是 其他用户肯定是能检测到的 所以有线是要用 可以用冲突检测的 而无线有个特殊情况 比如这是两个AP 这是两个AP 这是AP1的覆盖范围 这是AP2的覆盖范围 明白 然后如果一个终端在这 一个终端 它在AP2的覆盖范围 没有在AP1的覆盖范围 那这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了 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想一下 可能AP2跟Station 就跟这个移动终端 在发送信息 在发送数据 但是AP1由于 终端没有在它的覆盖范围之内 它是不知道的 对吧 它是不知道的 它能不能检测到 我们的终端在发数据 不能 是吧 不能 所以它可能跟另外一个终端 继续发数据 继续发数据的时候 就会造成冲突了 什么冲突 因为空间的话 因为AP2 它发的这个数据 它能覆盖到这边 能覆盖到这边 至少由于它们是重叠了 是吧 它是重叠 是重叠的话 那么根据我们无线的一个原理 同时一个空间之内 就只能有一个用户再发数据 不然如果它继续发的话 就会产生冲突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无线里面 一般叫隐藏终端问题 就是AP1 就是AP1它是看不到 这个移动终端的 这个移动终端相当于AP的一个隐藏终端 对不对 它认为目前信道是空间的 其实 其实没有空间 其实没有空间 不对 不对 应该讲的有点问题 应该是隐藏终端 它这个终端的话 应该是在中间 应该是在中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看一下 比如说AP1 AP 看一下 AP2 这是AP1 这是AP2 中间是一个中端 就把它叫做中端A 对吧 这时候 AP1向中端去发送一个信息探测 发现A你是空间的 是吧 然后AP2认为它也是空间的 所以这时候 这时候什么 这时候他们都向A去发送信息 那就可能产生冲突了 对吧 因为AP1并不知道AP2存在 你看它的覆盖范围 没有把AP2覆盖进去 他们彼此都不覆盖到彼此 对吧 所以这可能造成什么 造成发送的这个冲突 就跟我们的电信号里面不一样 电信号的话是 有电瓶是可以实时检测到了 彼此都知道你有没有在发数据 对不对 但是无线里面做不到 所以这叫隐蔽中端问题 或者隐藏中端问题 因为AP1和AP2 不在彼此的探测范围之内 OK 这是关于无线 这一个小节 这个小节的话 在网工里面考的比较深 但网规里面相对而言会更简单一些 好 我们接着来看最后一部分 成语网基础 基础嘛 讲的会比较简单 是吧 这里面会介绍两个成语网的标准 802.1AD和802.1H 这是在2017年上午选择题里面考过的 但如果出题的话 肯定只在上午题里面考 下午题不会考你 OK 这两个标准 大家要理解 首先802.1AD 它也叫ELAN 或叫Q&Q的技术 这两个是它的别名 IEEE 802.1AD 是它的官方名字 对吧 是它定义的一个官方名字 我们一般也把它叫做Q&Q Q&Q 大家还有印象吗 我们交换机的端口 可以设置成三种 可以设置成不止三种 可以设置成四种 第一种叫什么 叫Axis口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比较熟的 第二个 Tran个口 按个Sys吧 卸圈 第三个叫什么 叫Hybrid 华为设备上 Hybrid 第四种 就是Q&Q Q&Q Q&Q是什么意思 它基本原理是 我们的以太网数计则 打上双层的 802.1Q的微烂标签 打个双层标签 其中 其中是把用户的微烂标签 嵌套在运营商成育网 以太网当中的标签里面去传送 里程 里边的是Customer C微烂 外面的是什么 S微烂 Customer就是用户 S是什么 ISP 运营商 对吧 是把用户的微烂 嵌套在运营商的微烂里面去传 OK 这是802.1D 也叫Q&Q 还有一种叫802.1H 也叫PBB 这也是运营商里面用的一个技术 就是Mark in Mark 做两层Mark地址的一个封装 两层Mark地址的封装 OK 这两个技术 更深入的原理 不需要大家掌握了 只是需要记住 哪个是做两层微烂封装 哪个是做的两个Mark封装 明白 OK 来看一个例题 成余网 成余以太网 各个用户 各个用户以太网之间建立多点什么第二层连接 然后来了 关键字是吧 前面都废话 关键字802.1D 定义了 定义了运营商网桥协议 提供基本技术 是在以太网中插入什么之段 插入什么之段 插入微烂的之段 微烂是什么微烂 他说是谁 是运营商 运营商肯定插入运营商的微烂 对不对 首先你明白 是要插入微烂还是什么信息 第二个要明白 要审题 他看的是 你要看题目中是谁 谁是主语 对不对 这种技术被叫做什么 Q&Q 对不对 802.1D就是Q&Q 好吧 这关于成语网 掌握到这种程度 熟悉这两个东西就行了 别的 没要求 不需要大家掌握